新加坡东部海岸看一有眼睛的海参 海参的身体胖乎乎的 无法像其他的鱼类一样灵活而快速的移动 因此当他们受到敌人的攻击时 会将自己的内脏从肛门射出来 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快看啊 他现在是不是要把他的内脏吐出来 这挪动的部分的确是像噗噗嘞 啊这只搁浅的海参 是不是遇到生命的危险 所以不停的推动肛门 啊难道我就是他眼中危险的人物 哎其实我只是一个好奇宝宝一个游客 那请留言告诉我 为什么海参会不断的推动他的噗噗呢 其实啊这和动植物的再生能力有关 还是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当他们受伤或者失去身体的某部分之后 能够很快的愈合 或者重新长出失去的部分 所以他们保存生命的方法 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内脏吐出来 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真的是这样吗 请告诉我 告诉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